Hello 我是Ellen Hello 我是Tripsy 今天我們除了帶兩位台灣人去吃茶餐之外 我還帶來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地方 但不知道他們喜歡不喜歡 不過我不管 就是一個香港很大的玩具店 我覺得是一個玩具的博物館 看看他們看到之後會有什麼反應 現在大家一起看看我最喜歡的金玩具店 在香港是什麼樣子 我們有時候是GoGoGo 一萬五 搞定 這一個其實是極多的雜誌和報紙都介紹過 其實你在網上查這個地方 你都會查到超多有關它的報道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玩具 你來香港真的可以來看看 超值得來看 還有一個會收很多舊的模型和玩具 然後幫忙寄買一個報道 他們都有很多新的玩具 所以如果喜歡玩具人 就一定不會來看 其實我也看到很多台灣人喜歡港玩具的YouTuber 都一定會來這裡來看 來朝聖 在香港玩玩具的人都會知道 喔 對 我們也看到 這是不是最原始 最原始的那個 Monopoly 紅年紅年紅年 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從小到大 都沒有覺得這些好可怕 我覺得好恐怖 好少年耶 其實這個東西都挺誇張的 超自良方式 好像是這樣給電做 你看看 我覺得這個好秀 它到底是真的玩具還是 人家送Merry 我送Betty OK 這是Ellen 不要 要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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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放那個錢在裡面 我最喜歡的公仔 但是這個是壞蛋 你喜歡壞蛋嗎 不是嗎 這個也是 啊 這個是好 不是好 不是 它是有刀的 是壞的那個 真的 這個是不是小時候玩打遊戲的那個 都三個都小 是不是這樣 拍拍支嗎 你有沒有玩過這個吧 是拍拍支嗎 你們知道 我覺得它們跟我們臉 臉差太遠了 對不起 這個大個 這個大小會太大 賣哥的付出也好 可以 我們想幫我們寶寶 買一顆球球 哪有呢 然後想說問那個是足球還是 大球 這個大小會太大 買哥的付出也好 他就三歲一 賣哪一個 買來幹嘛 但是好可愛喔 小孩才做選擇全賣 你記得這一首歌嗎 你想 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它跟你差不多一樣 你看那個皇冠你就知道 英語皇的那個 隨便寫一個都說是英國 他年紀很小 他爸還不大 我好想送這個給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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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是他的獅牢物 有的獅嗎 真的有從電鍋的獅牢物就是他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同工獅子 大同工獅子 哇 你們才會耶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是電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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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到盤進攻 室友們在這分 更爛 卡帶都有賣 謝謝 好好 他來之前已經說 我好累 我好累 我不要看玩具 然後第一個買東西是他 是他 可以嗎 可以 我買給我老公的生日禮物 但他不想要 而且我還用他的錢 這個是教父的 娃娃 為什麼你會給你老婆買這個 因為他要 他在這邊要買一個東西 喔 那他才會滿意 他後面有椅子 這是教父第一代 他Victor Konini 喔 還有他的貓耶 他的捕龍水 捕龍 手嗎 XR 對 後面有椅子 後面有椅子 後面還有他的捕龍圈 哇 你買了家事耶 你不是買了玩具 覺得台灣很適合有一個 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 地方嗎 對 其實有吧 如果是好像 沒有去過 對 如果規模 規模 然後回收那麼多好像 我不知道 沒有很多都是 他們自己的 其他人的收藏家 對 收藏家拿來 拿來買 喔 帶賣 你們覺得這個很有香港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就是有看到這種區域 就很像西門町萬年大 那種 就是那種一格一格啊 一間一間的賣 然後但是那些東西現在都 賣得很明善 然後也蠻衰弱的 然後可是你在這種地方走進來 發現一個規模蠻大的 就其實真的是很完整 然後不會覺得說 沒有 就是我覺得還在西門町 可能就是十分鐘五分鐘就 差不多可以走 但這裡可以逛了至少半小時 我覺得 對 然後我原本是覺得 腿很痠 一定不想逛 但就 就買了東西 我來了兩次 這一次第二次 這一次的感受很不一樣 就是 我覺得 這裡是屬於一個文化的地方 它也是屬於比較小眾 就是有一團人 他們的喜好比較 真的是很明確的 他們是找 數回自己一些回憶 或是童年 或是某一個時代的 代表的一些characters 其實裡面包含的東西 是蠻多的 年輕 小時候真的是拿來玩 長大了 我看這裡的 客人大部分 有小朋友 但是大部分都是長大的大人 然後他們的年齡層也 跨度也蠻大的 然後再帶他小朋友來再看 對對對 其實很多的 時代文化的東西都 錢在這裡 對 這裡我覺得 說實話 對我來說 我這一次覺得 好像去了一個玩具的博物館 對 它比玩具的博物館 更 對 更有深度 而且在這裡的 買東西的人 就是不是隨便逛的那種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community 真的是一個 喜歡玩具 愛玩具 收藏玩具 會來到的地方 再看就是 悲傷的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活的年代 找不到 就是找到的東西 大家從小也很 很一致 有點 就是同質化 但是在這裡 你會找到很多 差異化 很多東西都很不一樣 我腦海裡 飄出很多的東西 但是我 沒想到我真的 本來我以為要去 咖啡廳去做一下等你 結果我自己很投入 包括我們的朋友也是說 附近有沒有咖啡廳 沒來之前是這樣說 但是他們比我們更投入 甚至於他們買了東西 對呀 我還沒買 那好啦 希望大家來到香港 都不只是會走到名店 去打卡 其實香港我覺得 還有很多景點 可以直接去看一下 如果喜歡玩具 喜歡看這些 那麼多不同文化的東西 都可以來這裡 我下面會打回地址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讚 然後謝謝出去 還有留言 留言分享一下 像你喜歡的玩具 或是你喜歡那個年代的 有一些文化 玩具的文化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交流一下 然後最後就是訂閱我們 好 我們上一條影片見 Bye 聽到很久 是由於是 我們到來 找師的嗎 今天我們在那邊 有個案子 都在凍苟 看起來 有個案子 回去 我們家 來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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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